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股市達人 那台股今天可以說相當的強勢 在稍微整理個震盪個兩三天之後 那今天中場的指數一舉大漲91點 收在11,075點 重回萬億之上 那旁邊最高來到11095 也差一點又回到11,100點的一個位置 那當然今天主要的工程 實在於就是說前兩天中了電腦病毒的台積電 連續跌兩天之後呢 今天一舉就把前兩天的一個 所有的跌勢都漲回來 中場台股電漲了6元 那大概台積電漲一塊 台股的影響是大概8.7點 所以漲6塊 大概今天就讓台股漲了大概50幾點 所以就是說今天的一個台股部分 客大台股電的話 還有漲大概快接近40點 所以其實今天就指數來說的話 表現並不弱並不弱 而且其實你去看美國的股市 Dao Jones是創了三月份以來的新高 NASA跟S&P500指數 也接近歷史新高的紀錄 所以代表就是說 日本市場其實對於 川普跟中國的貿易戰 那其實都已經不是那麼當一回事 不是那麼當一回事 那台股呢 在雅股裡面又算一個相當強勢的市場 因為其實現在的指數位置 離前面的這個6月的高點11261 大概差這個不到200點 那離前面這個1270 也是一樣沒差幾點 所以我的看法並沒有改變 我認為台股在這一邊 在期待持續的補量 只要這個量可以放得出來的話 那前面那兩個11261跟11270的高點 應該在8月份 8月份就有機會做一個關鍵性突破 因為雲收差不多 今天是8月8號復興節 先就是預祝所有的復興節 復興們復興節快樂 那等等也會帶來復興節的好康 那等我們再做分享 好那剩兩天雲收就要公布完畢了 那重量級的財報 大概都已經該公布了 都已經公布了 還沒公布了 其實可能都已經無足心中了 所以在8月的中旬之前 大概這兩個數字公布完畢之後 觀望的氣氛大概就已經結束了 差不多了 那貝倫文件 昨天大漲 今天呢 國際又差一點又差點心板 但是那個量不斷的震出來 國際跟華信哥始終是成交值的前兩名 所以雖然打底過程震盪相當劇烈 但是他的人氣從來沒有退潮過 所以呢只要把成交量再度滾出來 那大盤的一個想要量再回到14001500億 那我認為就是說前面這個高點 應該在8月份的時候 應該就會順利來做突破 當然重點是說 你又要買什麼高票再探索 就是說你要在這個時間點 指數快要過高 那到底是應該要買攻擊型態的股票 讓他已經往上飆 但是又怕拉混 還是說要買從低檔 要翻上來的股票 基本面非常好的股票 那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非常難的一個問題 非常重要的課題 那也是現階段最重要的一個功課 你要選對股票 你才能說在未來指數過高 其實也不到200點 但是你選對的話 你可能有超過三成四成五成的 一個獲利空間 所以台股8月份 我認為會過高 那這會是最好賺的一段 因為今天台積電大漲 那你說它漲很多 其實也不懶 就是把前兩天的電腦病毒 所跌的部分通通炒回來 那股價也沒有過高 所以這一波 從210漲到200 接近250塊249.5元 足足浪指數 從7月初一路漲了 大概接近600點 它是最大工程 但你說後面指數要過高的部分 通通都靠台電 那當然是不會是這個樣子 所以中小型的股票 它就會開始輪番上陣 只要有業績的 有題材的 那大概在8月份 9月份 10月份 這段時間到年底 通常都是中小型股 作業標的時間點 所以從8月 開始準備創高的這段行情 它會是台股最好賺的一段行情 你真的好好把握 那當然回到 我們該買什麼股票 比如說 國具 昨天大漲8.8% 幾乎是收在最高點 差一塊錢收最高 那我們認為 低點漲勢才剛開始 結果沒有想到說 今天撐了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 三個小時 又15分鐘之後 從12點 15分 竟然又一路往下殺 殺到差一點點停板 那我想我的工作 當然就是要掌握市場狀況 我大概就是跟同業了解一下說 到底大家聽到什麼風聲 到底在殺什麼東西 那大概呢 市場就傳來說 第一個好像說 MLCC可能已經不會再漲了 漲不動了 第二個就傳說 Rchip就是晶片鏈組部分 聽說要跌價 然後下游廠商 已經不缺了 所以呢市場 開始在傳這些 空投的一個看法 加上今天 增資股出來 應該是六萬多張 六萬多張 所以原本增資股 本來就是 前面的三個小時 都不急著賣 因為看起來 非常強勢準備要反彈 結果這種空方的 搖延一出來之後 哇這個一翻黑 讓原本想說 不想賣了 打算要 等著股價反彈 再來賣一個好價格 這種持股的 這些持股人 就忍不住了 就開始砍股票 結果呢 就加的空方的謠言 我說這不是事實 然後呢 加上增股股的賣壓 又跌到742元之後呢 尾盤 才又拉升上去 最後中場的一個收盤價是 742塊 那最低 抱歉 最低是714 這邊是714 7次 那最後中場是收742塊 那 我說 這個 真的是在一個打底階段 你常會聽到 反覆不斷的一些 是真是假的一些空方的言論 但是呢 因為我想我追蹤這個 大概大半年的時間 對於整個產業面的一個 市況 我真的有非常深入的了解 那 操作這些股價 我們也操作了 非常非常的熟悉 所以這一次我可以在7月13號 國際 國際 股價 在1000塊的時候 這邊 這個地方 這一個 帶大家全部出清 打到683這一段區間 我說這個都是所謂的超跌區 你卖1000块钱 你买在700多 有高达200多块的价差 所以我就说 你卖得够高 买得够低 在现在 每天一些真真假假的利多利空 振来振去 晃来晃去 昨天涨快要涨停满 今天差一点差到快要跌停满 但是因为我们的会员 卖得够高而且买得够低 所以这边的三五十块 六七十块 甚至一百块的一个来回震荡 这种打底的阶段常常发生 但是我们都能接受 我们都能承受 因为我的看法始终是 买在现在的严重超跌区 未来的一个月到两个月之后 我相信大家都会大赚钱 我并没有跟你说 买在这边你明天就会大赚 而是我说买在超跌区 因为我没有办法告诉你说 它的最低点的那一个价位 会出在哪一天哪一个价位 这个我判断不出来 我真的没有那么厉害 但是但是现在是一个超跌区 买在这边 昨天大涨今天大跌很有可能 搞不好明天又是大涨又创高 那买在这边一个月两个月之后 我相信你会感谢我 你会感谢我 好 那昨天公布了半年报 那上半年赚了多少 30块钱 所以计算机按一按 因为它的五月份有公布获利 四月份有公布获利 所以算一算你就知道说 六月份的获利是13块4 13块4 那你再去算一算大概七月份的获利 如果不包含涨价的效益的话 我昨天就说嘛 至少是五块几条 但是如果说你把涨价的效益 把它评估进去的话 应该在七月份的获利最保守 至少有大概16块 乐观一点会超过17块钱 所以华星科七月份赚了5.65 但是我推估 我推估 国具的七月份的获利 应该是华星科的大概有三倍 所以假设华星科股价还算低估 那华星科目前的股价是多少 295算45度算300毫 那获利是三倍的国具 你说股价如果三倍的话 也应该有900块 但今天国具因为这些什么 似是而非的一个传言 谣言 股价要打到742块 所以很明显就是说 如果说今天我们把国具 跟华星科的获利本益笔 放在同一个level上来做比价的话 相对来说 华星科还偏高 国具偏低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就是说我们这一次 我们是让会员下去买国具 而不是买华星科 其实我认为要涨都会涨 但相对来说国具又更加低估 这是第一个 第二 所有MCC涨不动 这都是鬼扯 因为我手上就有最新的资料 全球最大的MCC厂叫做春田制作所 它在8月 各个品项 MCC的各个品项 对客户涨价 涨价的幅度 最少100% 很多涨130% 到200多% 300多%的都有 甚至有更高的400-500% 800%的都有 但是那个非常 几乎是不做的品项 那个东西我们就认为 没有讨论的空间 没有讨论的意义 所以春田从8月起 大涨100%到300% 这会有两个效益 第一个当然就是说 日厂大涨之后 它又拉开跟台厂的比较空间 所以台厂未来也就会跟着涨 第二 日厂涨价 其实无非是 他们其实已经 这些中低阶的 电阻电容 其实他已经不想做 所以他在做什么 中高阶的车用的电阻电容 中低阶的他涨价 要么你就来 不然的话 你就不要来跟我买 你就去转单转去给别的厂商 所以这种转单效益 它会持续发生 那你说台湾可以完完全全 百分之百去承接 从日本转来订单的 每个品项都做出来的是谁 其实就是国具 所以这两个效益 就是说一个是转单 一个是涨价 它必然会在未来 这一季持续发生 所以你说什么 不缺了 涨不动了 我跟你讲都不是事实 所以我还是要讲 就是说 那么贝罗文件跌到这个位置 真的就跌无可跌 那早涨 晚涨 未来持续 这个持续的都会慢慢上去 那买在这种超跌区 我不敢跟你说 明天后天你一定就会大赚 但是一个月时间过去之后 我相信你买这个位置 你未来会来感谢郑老师 因为股价回升的过程 那空间从100跌到70 跌三层 是100跌到70是跌三层 但是如果从三层涨回100的话 是可以涨超过四层 所以未来在回升的过程 它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 获利的空间 再来 新肠店 昨天涨停板 我说V转的空间非常大 今天虽然说又被国具带了下来 但我的看法没有改变 跌无可跌 未来V转空间非常非常大 因为我们是卖在哪里 卖在146块半 在110元上下附近 做一个持股的回补 大概价差超过三十几块钱 超过了三成的一个价差 所以卖的够高 买的够低 短线来回洗一下 这一下我认为都在我们会员 可以承受的风险之内 但是只要它洗完了 市场的资金开始归队 发现说它仍然是台股 基本面最强势最好的族群 那到时候市场追加一旦出动的话 那我们V型反转的空间是非常非常大 而且现商店呢 我也跟大家讲一个 市场都没有报道力多 因为日本 日本 在前一个月 大概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水灾 就在关西地区出现非常严重的水灾 那关西地区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产业的供应链 很多的工厂 所以这大水一冲 很多的工厂产现 成品半成品都冲挂了 所以我就说 日本的磁粉呢 被大水这么一冲 磁粉变成奶粉 通通冲到合理油里面去 所以成品半成品都没了 产现来受损 受损 所以这一受损呢 供应链就吃紧 一吃紧也是一样两个效率 一个呢 买不到 转单 所以台湾唯一的供应商 M2C磁粉供应商就是谁 就是信仰店 转单 第二个呢 更缺 表示要更长 因为磁粉 其实它的缺口 原本就比M2C来得更大 所以这一吃紧的话 势必要再涨价 所以台湾唯一的一家 上流的磁粉的供应商 就是信仰店 所以我就说 从146.5出新 打回到101块 110元附近做回补 买不到最低点 但是这边 我的看法都一样 跌无可跌 真的跌无可跌 再跌有限 这边买 你绝不会吃货 我想这是我对 备用云鉴的解读 那当然 答题的过程需要时间 但最后我有信心 最后 我会得到验证 赢家一定会是我们会的 这在备用云鉴股 当然展览题材 不是只有备用云鉴 像MOSFET的部分 目前非常的缺 礼拜一节例 尾盘稍微拉回 我说业绩将要大分发 礼拜完呢 一度涨8.4% 创160.5元的新高之后 尾盘稍微压下来 是MOSFET的最强势 唯一唯一在 最近MOSFET股价 创波段新高的唯一就是这档股票 到今天 尾盘收157 虽然说还没有过昨天的高点 但今天这个收盘价 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说 是创下这一波段的收盘价的波段的新高 波段的新高 所以除非你在昨天追高 追高追早盘的高金 不然的话理论上 你看郑老师的节目 或者郑老师的粉丝页的文章 你今天是去买节力 到今天收盘价 理论上应该 大家都是赚钱 除非你只追高 去追高 创收盘价新高 实际上是创新高 那为什么说非常看好 因为就说Infinia 就是全球最大的MOSFET的厂商 叫Infili 在上个礼拜的法说 他就提到说 全球目前MOSFET的晶片 缺到一个爆炸 从中阶的高阶到地界的全部都去 那MOSFET的一个晶片 其实它的逻辑跟被容器件 非常的雷同 就是因为当初最大厂是日本 那MOSFET最大厂是Infili 结果日本厂商的被容器件 就是因为看到车用的部分 电动车 单价更高 市场更大 可以赚更多钱 所以他就把制程产能 都挪到车用去 所以中阶界的不干了 那这么大的一个市场 就通通挤到台湾来 所以就转单到台湾 所以就造成大缺 那MOSFET的道理是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就说Infili 他们就转到中高阶 中阶界就这个市场浪出来之后 台湾的这个厂商电单就塞爆了 电单塞爆了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说 MOSFET它是IC设计的晶片 所以台湾主要的供应商 主要都是IC设计厂 就是它是本身没有产能的 所以电单爆炸的没有产能 它做不出来 但现在全球怎么样 晶圆代工的产能都是满载 所以空有产能 那缺货你只能涨价 但你没有新的产能 其实你就没有办法有一个太大的一个 这个出货的一个成长 所以现在产能是关键 所以我才会说杰力为什么这么看好 因为根据张老师的独家掌握 他在下半年有拿到联电 support他新的代工产能 这就非常关键 因为进入旺季 出货量版就会增加 产品又涨价 因为最近中心的通讯 中国大陆中心通讯复工 所以相关的供应商就极单 来抢MOSFET的晶片 现货涨10% 20%都在抢 所以又涨价 进入旺季出货量要增加 那就要涨价 所以谁在这个环节 拿到新产能的 谁就是最大的产能 这个逻辑非常清楚 所以7月份领受 已经月增了8% 那我认为再来8月份 9月份下半年 最强的MOSFET的股票 就是这一档 5299的杰利 所以呢 被动元件 在一个超贼区 买在这边 我认为不会吃费 MOSFET其实我也就是 给大家一档股票 那最强的其实就是 5299的杰利 所以这档市的玄武功力 我想绝对是不在话下 那等等的节目回来的话 我们会再来谈两档股票 这两档分别都是最新的布局 一档股票呢 是昨天我说要送给大家的 瓶盖大黑马股 那这档股票呢 今天除息 瞬间填息 还原全职 或者不还原全职 还原全职 都是创下波段新高 所以如果说你昨天 有把这档股票买回去 今天找盘去买的 那今天马上就赚钱 所以我们等会来谈 这档股票之外 那今天又是父亲节 那我们会 为了要回馈的 包含我个人都是父亲 回馈天下最辛苦的 这些父亲 那我今天会再准备一档 88节的倍增标股 要来送给大家 所以等等节目后来 我们再来聊这两档 全新布局的新标股 等会来我们再聊其他股票 大家好 我是郑宁娟 非白商业台 只要钱涨大改版了 黄金 债券 基金 投资商品 最新的资讯 全部都在最专业的理财节目 只要钱涨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资趋势 请锁定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涨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凡商业台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掌握未来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喻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食衣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掌握未来 好 欢迎回来现场 7月13号星期五 我们是带着所有的会员 被动文件出在绝对的高档 出完之后点了大概三四成 在现在再低档开始积息 承接回持股 我预期未来一个月 要再带会员在被动文件 再大赚一波 操作被动文件的 你跟着我来 我绝对不会错 那MOSFET 我一直点名一档股票叫杰利 唯一创新高的也就是杰利 它已经开始进入创新高的阶段 那昨天送给大家是这档 平盖大黑马股 就4912的连德控股 其实之前就大赚过一次 那今天早盘还有 第一档可以买 盘下可以买 中场收涨三块钱 如果说你今天早盘 听我的话去买的话 大家今天有机会赚到4到5块钱 所以这也是 预先送给大家的 所谓的复兴节礼物 那今天配期两块半 还原全值是241块半 其实已经创下波段的新高 那今天是一日填期 非常强势 而且你看过去 这12天 只有两根是小黑黑棒 那其他都是同一 强势的不得了 股价随时都会喷出 为什么这么好 因为它要搭配可神出货给iPhone 包含防水构建 跟散热构建 其中去年出防水 那今年除了防水之外 还要再加入散热的构建 而且散热构建 它的单价更高 利润更高 它的数量更大 所以今年呢 两个构建同时出 那8月份开始拉货 9月份营收就开始冲高 到10月份 11月份一路往上冲 那股本就只有3.9亿 所以我就说 康控模式准备要再来一次 去年康控 是如何从200多涨到600多的 那股本更小的连得 只有3.9亿的股本 那今年的爆发力 应该不输给去年的康控 我认为股价表现 将会非常的精彩 所以我想大家都应该 对郑老师 对于这种波段的 业绩股的选股的能力 是相当有信心的 送给你的 绝对都是一时之选 那当然今天 是父亲节 因为我自己有三个小孩 我都知道 当父亲的辛苦跟辛劳 所以父亲节呢 预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那同时 也要给大家 第二个好康 原本昨天连得 我说是8月份 唯一要分享给大家股票 但是因为父亲节 那当然不能免输 我们今天 再来提供一档股票 分享给大家 88节的倍增表股 那这档股票 也非常厉害 因为他新品刚上市 所以7月份你说 估计会比6月份 跳升一倍 跳升一倍 成长幅度相当大 自由品牌呢 在美国狂销 那下半年要进去大陆市场 那今年下半年 会比上半年成长一倍之外 今年会比去年 要好的更加的多 因为今年有美国 加中国大陆两个市场 新品上市 我估计会卖反 会卖反 那公司持续实施库长股 估计还有一千多张要买 一千多张要买 下半年的旺季呢 从第三季 一路旺到第四季 一路营收 将一路的旺到年底 而从7月份营收 就准备要跳升一倍 所以不是最强的股票 我不会轻易跟大家做分享 那我会跟大家分享的 一定是我认为 未来会有大波段行情的股票 所以如果说未来 在一个月之内股价 如果说可以创下波段的新高 去挑战历史新高的话 估计将有大涨六成的空间 所以今天要庆祝父亲节 要把这档88节倍增标股 要来送给大家做体验 所以庆祝父亲节 今天只要来电 都可以体验这档88节的倍增标股 那8月份就这两档 这个是最后一档 自己把握这个机会 88节的倍增标股 庆祝父亲节 今天来电都可以体验 8月份就剩这么最后一档 自己把握机会 祝大家收听 明天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先胜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